慈系多国董事会在花莲举行 今天第一场是香港志工的分享 他们在社区学校医院推动环保 获得很多人的响应 而另外志工去年开始关怀街友 让社会暗角也有蓝天白云的身影 也发愿我们要持续进行 我们香港的持证队的这个街友的活动 也希望将来我们爱心的 偏满整个香港的地区 关怀每一个黑暗的角落 香港慈系人一个拉一个串起大爱慈悲 在香港繁华的背后边缘的角落 约有1400位无家可归的街友 慈系人从去年开始寒冬送暖发放物资 尽管是寒冷的夜晚脚步不停歇 也因此引来年轻人效法学习 已经有十多过超过十过 就已经跟我们做过几期的街友的活动 希望这些年轻新来的菩萨 可以感受到我们持续对街友的关怀 从2009年香港开设第一个环保点 慢慢的从点线面扩散拓点 成果受到政府的肯定与支持 打造环保慈祭点 同时将环保教育化 在香港美国国际学校散播爱的种子 与学校合作一起推动环保 法入心 法入行 香港慈系人将大爱理念散播到每个角落 希望可以带动更多的会众 一起加入慈系的大家庭 上人妙法直入心 灾界如树去推动 美食必欲成净土 大一新闻陈建会刘洪志 花联报导